11月4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 出席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的致辞 习近平指出 五年前我宣布举办进博会 就是要扩大开放 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现在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 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 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习近平强调 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我们要以开放输发展之困 以开放会合作之力 以开放具创新之势 以开放谋共享之福 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 增强各国发展动能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汇集各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 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 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 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 扩大优质产品进口 创建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 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 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 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实施好新版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深化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发挥好改革开放 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 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 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谈判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 加快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持经济全球化 正确方向 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 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 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 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 扩大优质产品进口 创建思路电商合作先兴区 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 推进高质量供建 一带一路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 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 稳步扩大规则 规制 管理 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实施好新版 鼓务励外商投资产业目标 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 实施自由贸易 实施自由贸易实验区提升战略 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发挥好改革开放综合实验平台作用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 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谈判 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积极推进是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资本贸易区网络 坚定知识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国家 加快发展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山崇水赴一屋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路就在脚下 光明就在前方 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凝聚更多开放共识 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让开放为全球发展 带来新的光明前程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